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伊斯兰文化抵御其他民主思潮侵袭 再加上统一的宗教信仰 族群教派矛盾小 以及沙特远离各大地缘势力冲突核心 才造就了这六国的君主专制提及 不过 这些着重分析的是 君主专制能在这些国家维持的客观条件 会给人一种错觉君主专制 能在这些国家存在是因为各种巧合 云时军认为 这一切并非巧合 就以沙特这个海关王全国的来说 他能长期维持统计 除了王审言去统治这个客观条件外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国民认为 君主专制对于沙特而言 并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否则 在全球盛行民主化的时代 君主专制国家是很难长期正常维持下去的 那么 君主专制对于沙特而言 有着怎样的必要性呢 这要从沙特有别于一般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思路来谈 就一般规律而言 国家通常以稻稿生产来创造资源和财富 进而提升国家的实力 而国家拥有了强大的实力 就有了抵御外敌侵犯的实力 社会稳定 国民富足 同时 当实力提升到一定阶段后 会采用对外拓展影响力 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这种方式一般有两种手段 一种是通过经济合作等共赢的方式 提升自身实力 另一种是以掠夺推并这样的侵略方式 来壮大自己 不过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 直接掠夺他人 资源和土地是违反国际规则 会受到国际社会摒弃 但是沙特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 吞并他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 是伊斯兰大义统的大事 近代以来 伊斯兰文明日渐衰败 要想重现曾经的辉煌 作为伊斯兰核心的中东区域 必须建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大国 才能避免被宰割的命运 不过 中东要想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地缘上有很大的阻碍 这个区域的刺激板块实力相当 任何一个地缘板块 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压制其他地缘板块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地缘势力 只要经营得当 都有可能成为统一的领头者 这样的情况下 沙特 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 都希望成为主导伊斯兰统一的领头者 只要拿到这个主导权 未来的世界级伊斯兰大一统国家形成时 将会成为这个新国的最大利益拥有者 而在这些国家中 沙特的需求最为迫切 这是因为这不仅关乎它的发展 更关乎它的生存 这是因为沙特的国情较为特殊 在这些伊斯兰大国中 沙特的地缘条件非常特殊 沙特位于阿拉伯高原板块 虽然体量不逊于其他板块 但这个高原 多为戈壁荒漠 开发程度低 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条件 所以 即使沙特的国土面积 远多于其他伊斯兰国家 但在价值上 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 一般情况下 沙特的地缘实力不足以支撑其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竞争 事实也是如此 在中东的历史上 阿拉伯高原中南部 在绝大部分时候 都是他国附庸 除了唯一的一次伊斯兰的崛起 造就了阿拉伯帝国的伟业 但 这次阿拉伯高原势力的崛起 带着显著的偶然性